最近在美国大家的互相问候逐渐变成了你们work from home了吗 你们学校停课了吗 在国内疫情逐渐消退的时候 美国的疫情却像暴风雨一样快速蔓延开来 从1月30号华盛顿州一位30岁左右男性被确诊为coronavirus以来 短短一个月时间 据官方的最新统计截至3月12日全美累计确诊数已经上升至1360例 死亡人数也增加到了38人 疫情已经蔓延至全美绝大数州 仅有爱德河州阿拉巴马州西弗吉尼亚州成为了最后的净土 而美国的邻邦加拿大确诊人数也飙升为118人 且有一人不幸死亡 美国总统川普一个星期前在演讲时说到 coronavirus对于美国构成的威胁还是非常低的 一个星期后美国各大州纷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麻州截至3月12日已经发现了95例感染案例 机智的麻州州长查理·贝克尔紧急宣布麻州正式进入紧急状态 并且取消了一年一度上万人参加的San Patrick's游行 俗称绿毛节 在早前一个星期 西岸各个大厂 Amazon Google Facebook和Microsoft 便开始宣布员工work from home 各大高校也开始纷纷宣布 学生onsite的课程全部转成online 而最高学府不止学术水平最高 防疫意识也超前 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巴科已宣布 由于新冠病毒疫情影响 该校将在3月23日前逐步过渡到网上授课 并且哈佛要求学生在5天之内离开宿舍 减少我们社区的人口密度 而在华盛顿特区 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也已经进入了网课阶段 并且遣散了住在学校宿舍的学生们 远在加州的南加大 校方也已发布通知学生在家上网课 而最近在美国各大洲游走忙于拉票的澳交总统 川普在星期二接受采访时被问到 是否有接受coronavirus的测试 因为他与已被确认接触过coronavirus的 立法会成员有近距离的接触 可能会有感染coronavirus 而川普却坚持自己feel great 没有任何症状 不需要任何检测 可谓是非常的倔强 这场战役看似从中国而起 现在已成为全球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问题 身在美国的小编 切身感受到一个月前新系中国 不停地给在国内的家人朋友们打电话 劝告他们戴上口罩做好防护 而一个月后反倒是国内的亲人纷纷发来问候 让小编戴口罩戴手套穿防护服去上班 小编感谢来自亲友的关心 但内心的OS是 数小的真的做不到呀 穿防护服上班真的需要很大的内心建设 小编觉得戴口罩是必要的 但是防护服真的有点too much 现在走在美国街上 偶尔可以看到戴口罩的华人 但是小编还真没看到过戴口罩的非华裔 小编了解到 美国人认为只有得了病的人才需要戴口罩 没有得病的人应该把资源留给得病的患者 不要引起不必要的惊慌及物资浪费 乍听起来很有道理 但是这个观点的前提条件是 得病的患者要知道自己得了corona virus 并且自觉隔离 自觉戴口罩 但是众所周知 corona virus的潜伏期是两个星期 这是一个bug理论 还有一些美国人觉得corona virus 只会传染给免疫力差的老人和小孩 只是比较严重的感冒 因为自己年轻 即使不幸患病也可以治好 所以并不进行有效的防护 corona virus是对免疫力差的人杀伤力较大 但是对免疫力好的年轻人 也并不是百分之百的无感染 如果不幸患病或成为病毒携带者 则还是会有病毒对身体器官造成严重伤害的危险 大家听到身边不戴口罩的美国人是怎么想的呢 希望人类生存的攻坚战可以早日过去 大家可以脱下口罩 大口呼吸 新鲜的空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